做事剪天 查得犯了心脏病了 我看见李星了 你和他说啥了 我是从后边看见的 穿着个高跟鞋 咔哒咔哒夸着个包 还是这个司机 我一个老农民 不敢靠前 你从背后看见他 跟个司机 你就认为是他 你认错人了 哪会错吗 他就是绳出个脚丫丫 那都认得他 你俩有多久没见过了 我帮你算算啊 二十五年七个月零八天 姑娘 姑娘 我就要嫁人了 喂 请问是顾金银的家属吗 是啊 顾金银去哪里了 她是不是回家了 没回家呀 请你们配合医院 赶快找找吧 她现在不在医院 我们很着急 我知道了 谢谢啊 大哥 走吗 大哥 我老 papa 您很安排 一个对檢查 扯 roid 女凤 没有 爹会去哪儿呢 我说咱别找了行吗 我知道爹在哪儿了 一定是在咱后妈那儿 陆香 咱得把爹找回来 走 停 千万别 妹子 我问你 如果你跟那个小帅哥谈恋爱 就是那个叫张强的小伙子 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约会 大哥带着咱爹去找你 你觉得合适吗 当然不合适 如果大哥跟钱香香在屋里 在这儿腻胃呢 不是不是 小子 我说的是如果 如果 咱俩去找他 他一定饶不了咱了 笑 笑 所以说嘛 咱们如果要去找咱爹 就相当于我在这儿打麻将 打人准几斤哪八万 大哥来陷我场啊 我一定恨 一定什么呀 恨我 我的意思是说 咱爹一定恨咱 行了行了行了 我觉得咱们爹现在 他一瘸一拐的 一瘸一拐的 才能得到女人的芳心 你们想啊 咱爹一瘸一拐的 这走道走不完 一见到那女的就求爱 那个温柔 哥 哥 哎呀 我告诉你了啊 爹现在肯定就在村里 找着去 对 你上村里找找去 走 哎呀 去年 今日此门中 走 脏了才要别吃了 快去这个 哎 我说你弄完了没 明儿还上工呢 啊 你还什么啊 他是敢敢来的吗 敢借起的 你你小子说话 什么啊 哎呀 这是呢 那个鼓右 这个是松鸭子 那个是烙粥 那个 倘火一行 你小丫子 你哎 哎 你不敢来要睡狗 你呀 你呀 爹 爹 您怎么到 到这儿来了呀 哎呀 爹 您出来 也不跟医院说一声 嗯 你都担心死我们了 那 我去哪 还要跟他说一声 人家医院有规定的 嗯 规定 王八盖子 规定 爹 您是不是找他去了 嗯 找他聊聊 哦 爹这是老江湖啊 这找人家不能直问主题 得婉转 吃吃饭 喝喝酒 没吃饭 喝了点酒 爹 爹您也太能算计了 吃饭吃再好也没用 再喝点酒 喝下两杯呢 这事儿就成了 爹 你那手机怎么回事啊 我们怎么打都打不通 是啊 那特地管上的 图一个情境 哎 那么年前那会儿啊 什么都没有过 谁有去去叫 看看没 爹在找年轻时候的感觉 好事啊 哎 这绝对是个好事啊 你咋还这么高兴呢 香香 你说 你爹为啥不让咱俩好 那 那还不是因为你 我是个寡妇 他嫌弃我是个二手祸 是不是 别说这么难听 你想 这女人已经四十岁了 她肯定结不婚 你爹要是想跟她好 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 这个女人离过婚 要么 她跟姑奶奶我一样 她也是个寡妇 那你说 她是不是寡妇 那跟咱俩有啥关 我跟你交流咋这么费劲呢 你爹能娶寡妇 他能不让你娶寡妇 对啊 那我爹要是能娶寡妇的话 那我也能娶寡妇了 来 把手给我 阿姨 来了 你爹呢 我爹 刚出院 这不刚办完手续吗 你看 我给你带鸡汤来了 怎么又带鸡汤呢 多不好意思的 您就拿我当亲儿子 够会套词的 您这一脑门子扎下去 就不见人了 钱呢 杨洁 别这样子对人家 对啊 好好好 阿姨 来喝鸡汤啊 有点烫啊 这烫慢点啊 慢点喝 还行吗 不咸吧 行啊你 把我妈给收买了 我人品好呗 给咱妈买点补品 给咱妈买点补品 算你还有点孝心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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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碾了啊 哎呀 我这以后啊 拿现金的机会也就少了 这话怎么说 我爹给我找一后妈 但特别有钱 是吗 人家 有跑车 有专职司机 人那衣服啊 珠光宝气的 足够你妈在医院躺两年的 你妈才在医院里躺两年呢 我 我那事打个比方 讨厌 讨厌 小张 这两天 你得多跑两趟医院 毕竟人年纪大了 咱们得多照顾点 我就一早还去了呢 结果人家都出院了 这么快就出院了 对了 局长 这个老头呢 是个酒楼的老板 一会咱能路过那个地方 要不咱们进去看看 行 您好 欢迎光临 里面请 对不起啊 我想问一下 你们老板在吗 他出门了 需要我给他打个电话吗 他已经出去了 那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请 里面请 不需要了 谢谢你啊 一下 对不起啊 学校尋 whenever you go 我给你去问 隶神 你的时候没有没有 回去 доступ 你从后的那边 每一天到这边 切了 ând真 Trend 今天的菜还可以吧 不错不错 挺好的 顾经理 好 谢谢你啊 下次我一定再来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加点 加点 我找着咱后妈的车牌号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那老后妈后妈的 你要认后妈你自己认去啊 我可不认 那行 那有本事以后 你别坐咱后妈的车 她的车 我还不稀罕呢 还挺牛的 我找大哥说去 啥 有消息了 香香 快去拿瓶 我说大哥 怎么一提到后妈的车牌号 你比我都激动呢 你不会也惦记着 咱后妈的车吧 你不知道 只要咱爹和那女的成了 我跟你香香姐的事 也就成了 先不多说了 我先跟你姐上来上来 想起来 成 成 成了 就这么一个车牌号码 就把你尾成这样 要我说 把人家是不是单身搞清楚 对 对 对对对 咱先想想法子 去问问去 问谁啊 那我说你哪儿也别去 就给后子打个电话 让他把车牌的事 调查清楚再说 同志您好 您好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您帮我查这车牌号的车主信息 不好意思 我们不可以随便透露 给你车主信息 啥 是这样 只有你在办理相关 缴费业务的时候 才能告诉你车主信息 对对 我就是缴费的 我缴那个 养务费 您帮我看看 你稍等 这是一辆黑色的奥迪 是工商局的配车 工商局 不对呀 我们是环卫局的 怎么变成工商局的车了 您再帮我好好看看呗 没错 是工商局局长的配车 局长 说吧 啥事这么急 我查到我后妈的身份了 真的 干啥的 说出来 怕吓死你 工商局 局长 你发型啊 那是啊 你也不看看他儿子是谁啊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当好媒人 把他俩撮合成 这样以后两个人的好处呢 都少不了我的 最主要的还是这个 yes 切尔斯 来 上枪 上枪 咋了 这还没进屋呢就砍开了 这啥事了 好事好事 大好事 啥事啊 看把你饿了的 工商局长 工商局长 这下我爹可算找着老伴了啊 我看啊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 人家啥态度都不知道 是不是单身你们都不知道 弄不好啊 你们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闹 一个大局长 他咋就看上你爹那农民呢 怎么说话呢 农民怎么了 我就是农民 我就是有钱 确切地说 在你们城里就是大款 我都想好了 等他们俩好了 我就敢信他们了 啥 你还改姓 对啊 这不改姓怎么分家产啊 你看啊 我们家三个孩子 以后我呢 就跟我后妈这边 我后妈要是没有儿子呢 家产就全是我的了 我后妈要是有儿子呢 家产能分一半呢 你家顾后是吧 万一人家要是姓刘姓马 那你不就得交离物后买后了 没错 你都臭马屁股了 马 马屁股怎么了 这只要有钱 屁股也可以擦粉做面膜 这有啥子 这不后子让我进城问呢 啥 后子让你进城问 那后子这小子就是比你精 那容易的事他自己做了 把这男的都留给你了 不就问问的事吗 你还觉得容易是咋的 咋问呢 上前逮着人家就说 阿姨 你老公死了没 这么问 不太好吧 你也知道不好呀 算了 还是我陪你进城走一趟吧 算了让不让进呢 看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智慧啊 晓晓 你拉我干啥呢 别弄砸了啊 你都请好了 慢点啊 大哥 大哥 麻烦你帮我通报一下呗 我约了你们孙大明局长 谁 孙大明 就是你们工商局局长 长满脸胡子的那个 没有这个人 咱们工商局局长呢 是个女的 叫李欣 咋可能呢 这么大个工商局 能让个女的当家 你可别糊弄我了 我可跟你说 咱们李局长 可是个厉害的拙 厉害 那这厉害的女人背后 多半是有个厉害的老公吧 人家老公都去世多少年了 这些年就靠她一个人 一步一步当上的局长 是这样的 我想起来了 那个 这个孙大明好像是卫生局局长 对 卫生局的 谢谢你啊 大哥 谢谢啊 这人咋疯一阵雨一阵的呢 咋样 香香 咋样 你别哭啊 是不是有老公啊 有老公也没事啊 香香 有老公我也娶你 好 咱再想别的方法 我骗你的 她也是个寡妇 真的啊 真是寡妇啊 真是寡妇啊 真是寡妇 爹呢 爹呢 没看见啊 没看见啊 肯定是陪咱后妈吃饭的 什么跟什么呀 就算是谈恋爱 也没有进展这么快的 这也就得说你没知识 这老年人谈恋爱 能跟年轻人一样吗 年轻人腼腆 老年人那是过来人 那两个人啊 一旦看对眼了 那关系发展呢 非常之坏呀 说不定啊 再过几天 咱爹就带着咱后妈回家了呢 行 别老后妈后妈的啊 这个后妈我可不认 那行 不是你后妈 是我后妈 不 那就是我妈 等把我妈那小汽车拿来开开 别说是杨洁了 就是董洁也得乖乖地跟着来啊 别做梦了 董洁 我这是做梦吗 我这叫梦想照进现实 你跟我说说 你爹是咋跟你们说的这事呢 我爹哪好意思说呀 我一直是后子跟咱俩说的 这样咱们呢 可以凑合他俩见面了 行 我跟我爹说去 你跟我回来 你着啥急呢 跟我爹说呀 自己不敢说 听见没 那功劳不都让他俩抢了吗 那你爹这一个巴掌下来 谁挨呢 傻呀 我们老算盘终身大事工作组 进行秘密的会谈 就前一段时间 我们的工作情况 进行一下简单的会报总结和表彰 此处可以有掌声 首先呢 有请副组长 顾钱同志 就他前一段时间的工作 进行一下简单的汇报 我说 我跟你们说啊 那个女的 是个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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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严点一概 那下面呢 作为组长的我呢 对我的工作 进行一下简单的汇报 由于我的缜密的调查 和仔细的研究 以及艰苦的时间 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现实 咱那后妈 不对 那女的 她是工商局的局长 工商局长 张强的妈妈 好像就是工商局长 说什么呢你 没什么 副组长顾家同志 我要批评一下 你的工作态度 不够主动 不够积极 不够热情 对 我怎么不主动 怎么不积极 怎么不热情啊 我还要说说你们俩呢 这有闲工夫 能不能好好工作啊 别整天调查这个调查那个了 我告诉你们啊 想任后妈 你们自己认去 别把我缠回去 我这暴脾气的 称职 对 后子 组长 这个事你跟咱爹说去 要不你去啊 你去吧 其实您那点心事吧 我们都知道 知道什么 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这俗话说得好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阿猫阿狗还死个春呢 您这么大岁数了 看上一女人也属于正常 对此啊 我们是全力地支持您 我们还进行调查呢 调查 要说这调查 我们可费老鼻子劲了 对您呢 我们那是贴心贴肺的 回头 您也给我们点辛苦钱呗 你调查什么呢 爹 这讨媳妇也不用着急 着急也求不来 要淡定 要说咱这后妈呀 还真不错呀 人家现在是工商局的局长 而且更重要的是 她还是个广父 没了老公好多年了 跟您是天生一对啊 滚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 滚 滚 猴子 爹子说的 这恋爱中的人缺乏理智 我算是领教道了 没有动静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爹 滚 我看 咱们现在 还是别进去了 一会儿再说吧 靠谱 好 老公 跟你说了别干这事 还不听 得意什么呀 你也是工作小组中的议员 跑不了你 我什么时候加入的 行行行 停 厚子 你到底跟您说啥了呀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咱后妈的家庭情况 好了吧 咱后妈呢 人家才不认你 认你 等一下 我进来 大哥 你推我干什么呀 我没有 我没有 走 走错了 爹 厚子 不是比我丑底片 不是 按大小个节 这真天气 爹啊 爹 顾前啊 赞 赶紧 跟前下下断了 找个城里女娃 这个事情没商量 这是爹啊 叫奶奶也是这儿 顾家 这儿 抓紧张强 夜长梦多 你让爹啊 早得见他父母啊 好不好 知道了 爹 行了 都交代完了 来 去吧 怎么不跟我交代两句啊 你要交代什么 你跟他们俩都交代了 也跟我交代两句吧 我交代你 把那个女人 跟她调查得清清楚楚 她家几口人 能吃几碗饭 鞋是多大马啊 调查先吧 好 叫你别乱人吗 这回马屁拍到蹄上了吧 我 不是 浩子 你说咱这工作小组 还工作不 事都砸了 还工作个屁呀 咋啥呀 爹不是让你再重新调查呢吗 再说了 我就闹不明白一个事 你说这跟吃几碗饭有啥关系 前两年穷的时候吧 那是 这两年富了 想吃几碗吃几碗呗 那这有啥关系 你说香香姐那么聪明 怎么非找你这套笨牛呢你 哎 哎呀 哎哟啊 你这算 这次算是给香香姐出气了 我这哪又错了你说 我跟你说 你能听懂啊 这次啊 你爹跟那女的没戏了 这事要是真没戏了 我爹干嘛还问人家 有几口人 家里吃几碗饭呀 后子把你爹给气急了呗 哎哟浅啊 嗯 这事儿 能不能货下到咱俩好上啊 我觉得不能 你想啊 爹逼着咱俩断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嗯 啊 这次我就给他索性来个 死猪不怕开水烫 酒楼我也不要了 咱这何探地啊挺好的 我就拖着他 他也没辙 哎 咱俩没联合酒吃了 蛻 你爹有毛病啊 没事儿吃饱撑的 动不动就逼着你们俩分手 拿我闺女当地不要天儿过呢 别生气啊 蛻 你看 或谁啊 你说这这 你怎么来了 妈 你看 那不是厚子把她爹给逼急了吗 要不不能呢 再急也不能拿我闺女撒气呀 你要这样的我还得进档城 啊 婶 你可千万不能再去了 千万不能去闹事啊 就是啊 妈 时代进步了 我对付老蒜盘的这个手段 也得进步了 我爹催着见家长了 你妈那边连口都不松 别急 你先拖一拖回头呀 看到我妈的口分去 你妈要是真不喜欢我 咱俩就吹了吧 咱又说吹的呢 是我结婚的 又不是我妈结婚 只要我喜欢呀 谁也把咱俩分不开 可是你妈就是不喜欢我呀 别急 我再想想办法 你妈是什么局的局长啊 是工商局的吗 没错 就是工商局的 二哥说 我爹看上的那个女人 就是工商局长 我妈 不会吧 她们在哪儿见过面 医院啊 不可能 那天我也在医院 没见着他俩见面呀 肯定是我二哥的信息不靠谱 他就爱胡说八道 怪不得我爹跟他亲 你二哥呀 那可是 一个官棍一个寡妇 二十多年来 老天真是作弄人啊 当年的农民还是农民 服务员成了局长人 妈 吃个苹果 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不是说了吗 要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子 别 你一跟我说这话我就知道 你一定是有事求我 没有 真没有 我就觉得吧 往上挺粗心的 也没怎么好好照顾照顾你 说的是心里话 当然 真心话 妈 你还记得我那个大学同学张鹏吗 张鹏 我记得呀 怎么了 他呀 上周结婚了 我们宿舍的那几个都结了 现在就剩下我这一个黄金深斗石了 看来呀 我得抓紧了 太好了 你总算是意识到了 要不这样吧 妈再给你帮一回这个相亲节目 妈 肚子肚子 妈 肚子肚子 憋不住 憋不住 妈呀 我 perk物 应该怎么说呀 冤枉死了 老孙潘 好的你 我今天是来找你的 今天咱们不舞蹈东西 我是来吃饭的 吃饭 好好好 花有 花有 里边行 行 这些 这些脱弃的客人 还陪你招待 你咋认识这么多男人 本事 本事大人 本事大人 老寡妇啊 错了 想想嘛 你能不能让你这些男人 兄弟 既在一盏竹子上做 那还要做什么 夜娘 不用了 我这帮兄弟他们互相都不认识 坐在一个桌上吃饭 我怕他们别扭 对了 你这的米饭怎么卖啊 免费 嘴糖配咸菜 是吗 服务员 钱都不用看 太贵了 我不怕贵 哦 炒两个土豆丝 土豆丝 好了 一桌两个土豆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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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 两个 yes 不用记了 废纸 来 上饭吧 下饭 你来了 阿姨 你这要出院哪 是啊 杨洁说一大早地过来办出院手续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真是急死我了 你说说会不会出啥事啊 你别那么紧张 杨洁那么聪明不会出什么事了 坐 我这孩子呀 你是不了解 她 不说了 我特了解她 阿姨她不会出事了 她那么聪明 您要不放心 我去那楼下那个交费处找找她 放心放心肯定没事 好了好了 我搞那么紧张 老板 没了 老板 architects 没了 没了 再坐 你好 吃饭了 好 生意这么好 那咱们换一家吧 走吧 换一家吧 可以撇桌 我们还有什么下回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好 好 再交两千三百七十八 怎么那么多钱呢 好 你是一天才在心头 两下眼却没分手 一万个离开的理由 我一直没说出口 只怕你回 不会真出事了吧 想想想吧 这么多人 就这么点儿兔豆丝 不够分 不如一桌上一盘你 您请客人 服务员 下菜 都做快点啊 一喝点水 不用 那不客 没接 没接啊 没接啊 不去哪儿了呢 孩子 实话告诉你吧 我这杨洁呀 真不争气 只要给他钱 他啥事都做 啊 啊 啊 不客气 嗯 嗯 嗯